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第一集,HAPPY NEW YEAR 找了一隻曼國標IWC和大家聊聊 這隻是大飛,48.6的尺寸,都很大 但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是一個特別版,稍後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但它的殼已經很特別了,你看到黑色這個就是圖紙殼 所以就正宗的圖紙錶 但另外有些部件,它就用泰金屬,所以這個位置是泰金屬的位 以及底蓋位,扣位都是泰金屬的 這隻錶,它的名字叫做TOPGUN MIRAMA 再解釋一下,什麼叫MIRAMA MIRAMA其實就是美國海軍陸戰隊 在加州、San Diego的一個空軍訓練基地 有一個電影,Tom Cruise 根本就是很厲害的TOPGUN TOPGUN就是裡面一個訓練的程式 就是訓練機師 海軍陸戰隊其實也是很厲害的 跟一般的Navy是有點不同的 雖然Marine Corps,即海軍陸戰隊 和海軍都是隸屬於Navy Department 但其實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他們當然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但其實是不同的,正統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 而海軍陸戰隊的工種和訓練是不同的 你看到那些航空母艦,美軍那些就是海軍陸戰隊 而海軍一般純粹在戰艦上 就不需要落地打 即是不需要落地搶灘 去別人的地頭裏做事 就不需要的 但是Marine Corps,即海軍陸戰隊就厲害很多 根本他的訓練就是海陸空都包了 還有全世界不同的地型 沙漠、叢林 所以是有點不同的 Tom Cruise就是Marine裏面的空軍 對不對 就是這隻標的一個 跟這個基地 Mirama的基地是有關的 看看後面的字 這裡就是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 曼國標 Pilot's Watch TOPGUN 就寫在這裡 TOPGUN是一個訓練程序 Mirama這個字在這裡 就是那個地方 就是在聖地亞哥的空軍基地 中間有個章 就是United States Navy United States Navy 因為Navy和Marine 其實都是上面統攝於Navy Department 所以要分開 我剛才的概念說 Navy和Marine是不同 在下面的意義之下不同 但是Navy和海軍陸戰隊呢 上面呢 上面呢都是 都是一個Secretary 都是一個官 它是一個叫Department 所以就 分開兩個層次的 就是互不統屬 是下面的層次互不統屬 但是 Marine和Navy呢 都是統攝於Navy Department 概念上有點不同 下面就是Fighter Weapon School 整個底角的造型就是這樣 Top Gun的標誌就在這裡 講講條帶 這條帶很特別的 這個原來不是利龍帶 原來它是用一種物料 叫KEVLA 它都做到均綠色的 講講機芯 待會再講一條帶 機芯就是一般正常自家 它那隻蒲七的機芯 就是大三針 那裡面的夜光呢 都是做到黎黃色的 那全部都是印的 沒有Apple Marker的 這裡有一個動力儲存顯示 7D 那日力盤也是做了黑色 那夜光是有的 那... 很正常的一隻飛行軍標 說回一條帶 KEVLA 這個呢 這種物料 KEVLA 就不是利龍來的 雖然利龍也很厲害 但KEVLA 你可以看到 在鼻彈衣就看到 那它這種物料 出了名的一個物理特性 就是那個拉力 Tencil String 它的拉力是很強的 那所以呢 通常我們一般 鼻彈衣的原理是怎樣呢 就是 表面是用KEVLA 然後下面呢 有一塊很硬的 ceramic 陶瓷 就是這樣來擋子彈 因為是 兩種物料加起來 這種就是很強的 Tencil String 更加強的 嗯... 蜘蛛絲其實是... Tencil String 都是很強的 原來 蜘蛛的絲 如果你說 天然物料不是人造物料 蜘蛛絲其實是強過鋼很多倍的 那麼KEVLA其中人發明了一個 這種物料 就用在鼻彈衣上 那所以呢 它... 皮帶的物料的採用呢 也都很... 貫徹一種很軍事的風味 KEVLA 一種... 鼻彈衣外面造的物料 今天就分享這隻 萬國標 Mirama Top Gun 多謝各位